駕駛到了不少人安排出國旅遊 但民眾碰到這個狀況 從第二航廈辦理報道 卻要拖著沉重的行李箱 一路走長達20分鐘 才能走到第一航廈搭飛機 還有旅客不知道 原來已經走了那麼久 竟然已經走到了不同航廈 那你手續是在第二航廈對不對 對 所以你不知道這裡是第一航廈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以為是第二航廈 感覺走就滿遠的 那你剛剛這樣自己走 中間有休息是不是 對 所以如果說是你父親來走 你覺得這樣走他會很辛苦 你看應該是滿遠的 滿辛苦的 滿遠的 有旅客認為要走那麼遠的路 真的會很累 更何況是拖著行李箱 尤其對年紀大的長輩來說 更是辛苦 就算有接駁車大部分旅客 也不知道要在哪裡達成 搬禮報道和登機在不同航廈 會這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空橋數量不夠 以桃園機場提供的數據 今年6月機場的客機出入境 總共有18,036架次 平均每天大概有600架客機 但第一航下有18座空橋 第二航下則是20座 總共38座空橋 從架設旅客登機一直到結束 一個航班得要耗時1到1.5個小時 不過並非所有旅客都按時搭機 尖峰時刻甚至還有許多航班同時 就會有空橋不服使用的情形 就得多預留時間提早到護機室 整個狀況要改善得等到三行啟用 而想要省下登機手續的時間 就可以在線上辦理電子登機證 到了機場 它不用像一般傳統的方式 到報道櫃台排隊報道 選擇到機場的自助拖映行李系統 然後去做行李的拖映 可以方便 然後也省掉永常的排隊時間 而且沒有拖映行李的旅客 甚至可以持電子登機證直接通關 再登機門直接登機 讓旅客可以不用提早那麼多時間 到機場省下寶貴的時間